明昆哥能夠勝過酒精的綑綁 我這輩子從來不敢想 因為他的家族 他的弟兄弟 他有四個兄弟 然後他三個已經都 因為喝酒醉酒 然後都已經往生 都已經過世了 所以在這個當下 我幾乎不敢想說 他會戒酒 那我也要見證我自己的得勝 我說如果明昆哥那天喝酒回來 那我跟他大吵一架 然後或許他可能會喝得更厲害 因為動怒氣 然後就吵架這樣子 然後事情可能會演變到 今天我不能夠在這邊做見證 話是從那天他早上十點多出去 他說要去守望 一對一守望 十點多出去到晚上八九點才回來 你們會不會生氣 然後在五點半時候 傳了一張照片給我說 他已經喝醉酒躺在沙發上 動怒不得 然後這個時間剛好是 我們要接孫子上下課 他上英文課 我們要去接送 那摩托車他騎走了 那我呢 哇那個時候就 一個空白我就想說 因為又下雨我就拿著雨傘就 走下山去 沿路走喔那個那個氣喔 氣哄 我就想說喔這怎麼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那個東西是來的太突然我我幾乎沒有辦法承受也沒有辦法接受 反應不過來 一路走一路去 然後又怕他說 洶湧喔他騎腳踏車又回來喔 然後又擔心他騎腳踏車喝醉酒回來然後 摩托車耶 到現在還 然後我就想我以為說他回來 然後又這樣擔心這樣焦慮也沿路走 然後再回家吃晚餐的時候 我覺得神就開始動共在這單下 那我兒女呢我兒子跟女兒 我兒子突然講說 爸爸回來我們不要罵他 也不要跟他生氣 都不要對他動氣 我兒子講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我一定會動氣對不對 我說那有可能啦 我就想說 對可是我想主啊我信你十幾年了 我這個果子一定要結成 我說主啊你幫助我 幫助我不要生氣 我說那個好像坐在烤爐上你知道嗎 哪有可能說不對他動怒 十幾個小時也沒有交代 一通電話都沒有 然後就醉成這個樣子 你知道我怎麼忍受嗎 那個人家忍是心上一把刀對不對 我去爬山 因為我們水隊公園上面有十層山 十層 我每次去爬一層我就要休息好幾個小時 那一天不知道哪一個角力 好像一個火箭炮一樣 一下就爬到十樓 十層第十層 沒有了 我就想說 怎麼爬那麼快 因為我一隻腳 我就自己鼓勵自己說 一隻腳是忍耐 然後一隻腳是包容 就這樣一直包容忍耐 這樣一直巴巴巴巴巴 爬到十 我在那邊我就跟上帝禱告 我只有生上帝禱告 我說主啊我不要生氣我不要動怒 可是你可以幫助我 我說你在我的心裡大過這一切 我在那邊跟他哭訴 我說路過的人一定會想說這個小子 你做什麼 我就這樣哭哭哭了 我真的把所有的東西都倒給主耶穌 我說我不要對他動怒 我在這一點 我覺得主耶穌真的是活神 當下我的心情就慢慢盪下來 之後呢我就慢慢觀察他 一天 兩天 三天 咦 怎麼沒有喝酒 因為他以前想戒酒都戒不掉 就大概四五天以後又恢復 又開始喝 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 甚至一個月 我就偷偷的在那個網路LINE 就想我說民工客已經戒酒了 他好像被酒精已經得勝了 我真的這件事情 我要歸給我們的主真的是 真的是Hallelujah 因為他是反敗為勝 如果那天我回來跟他吵 是不是更糟糕 可是他藉著這件事情 就把我們兩個一直兩敗俱傷 他是把必敗的反勝 把不可能的化為可能 榮耀歸給主 講起來是滿丟臉的 被酒精捆綁了四十幾年 到現在才借酒 那天我兒子說 你怎麼到了六十幾歲才在借酒 幹嘛借啊 已經六十幾歲還借什麼酒 那天跟順發一對一手望 結果剛好是他爸爸的忌日 他哥哥是拜拜的 拜拜他就準備很多生禮 他說叫我們去那邊午餐 結果手望完我就想說好啊去啊 因為當初是想說 他哥哥沒有人有辦法跟他傳福音啦 連他姐姐那個什麼惠美那些 傳福音他都傳不進去啦 都會被他罵 他那天就找我去 他說 你來跟他講兩看 那我就想說 保羅傳福音 他說面對外邦人的時候 你也要成為外邦人 啊面對西綠營人 你就要成為西綠營人 我說面對喝酒的 那我也要變成一個喝酒的 結果我就 我就去了 我那天就這樣 那天就這樣去跟他喝 剛開始我自己還很醒醒說 去喔不要喝太多 喝一杯就一定要走 結果一杯喝完他說 不行你再一杯 再來喔 再等罐的再拿出來 高粱那個五十八度的 再來再來 哇一直喝到醉了 兩個都不知道 那中間喔 那我是聽靖庭在講說 喔你怎麼敢對我哥哥傳福音 我說我有嗎 因為我那天也醉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跟他講什麼 結果他說 你跟我哥哥講說 你們家那個有十幾個人 家族十幾個人在信心教會受洗 那個經過講給他聽 他說 他說哇怎麼那麼厲害 一次十幾個人受洗 那是真的 在信心教會受洗 有十一個人 是我的家族的人 結果那天就醉了這樣醉了 醉了回來 看到雪梅 今天怎麼都不一樣 連生氣也沒有 我反而會怕 不知道晚上會搞什麼名堂出來 後來我就 不知道我有禱告 像鼓呼吸 我就乖乖地趕快洗澡洗完 趕快去睡覺 也不敢跟他講話 結果第二天起來 更奇怪的事發生 哇整個牙齒都腫起來 整個牙齦 他說你長有給我打嗎 沒辦法 沒辦法 嘴怎麼都穿起來 我後面有夜宿可以依靠 結果 腫起來連飯都不能吃 留質的也不能吃 只能喝水 結果痛 我想說 這個牙齒怎麼會突然間痛得這麼厲害 昨天是不是有被什麼東西撞到 結果 我想說 我女兒最近做牙套 很多止痛藥還有消炎藥 我說就拿起來吃 剛開始吃了還有一點笑 不過一下子就沒笑 只有吃了兩三天 哇越吃越痛不行 因為可能有抗藥性 吃了以後完全沒有效 那個止痛藥 因為牙醫的止痛藥應該是最有效的 結果吃了都沒效 喔真的 東西也不能吃 兩三天都不能吃飯 喔真的那時候 像那個在哈拿的肚子裡面 那個魚腹 魚的肚子裡面 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後來我就禱 跟神認錯 認罪悔改 結果 我就跟神講說 如果說這一次 要讓我戒酒的話 我就把 就一定把它戒掉 但是你一定要趕快 讓我 那個牙齒痛 趕快醫好 結果 結果我就去買藥回來 一吃十分鐘就好了 十分鐘馬上好 馬上可以吃飯了 但是還腫腫的啦 但是已經可以吃飯了 喔那時候就很高興 真的說 哇真的厲害 真的酒一定要戒 不戒不行啦 所以說這一次 事情就這樣落幕 所以說這個像 那個 《啟示錄》十二章十一節寫的說 我弟兄勝過他 是 因著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見證的道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說 要做見 有得勝的經驗 要趕快做見證 這樣你就不會再被打敗了 謝謝各位 真的 四十年的酒嗎 四十年 哇 感謝主 很大的得勝 那其實這個 雪妹姐有沒有也很大的得勝啊 他是八型的 你惹到母腦虎啊 能夠把氣壓下來 七窍生煙的氣能夠壓下來 這是只有神能夠做的事 但是真的 當我們這樣的 這個被神管教以後啊 他就完全的翻轉